什麼? 原來韓國人是蟲子變來的 古代的動植物都會說話 掌管人間的神原來超級超級沒用 大家好我是衛酸人 今天我們來講講韓國的創世神話好了 說到創世神話我相信你們都聽過中國的創世神話 韓國開天還有什麼女娲 女娲補天 那像這一類的故事 其實很多古著都有自己的一個神話 韓國呢也有 但是韓國比較遺憾的是 因為以前古代的韓國並沒有留下什麼文獻出來 所以這都是其實口耳相傳 然後在那個韓國有沒有 就非常非常傳統的韓國信仰就是那個 武當那個祭司用啊 或者是什麼用的歌曲裡面 會有一些這樣創世的一些故事在 所以韓國有些學者就把散落在各地的這些創世故事呢 串連起來 試著去揣摩出一個韓國自古以來傳下來的創世故事了 那因為畢竟韓國就在中國旁邊了 韓國過去也有受到佛教的影響 其實有些地方我覺得其實跟 這聽起來感覺跟佛教故事有點像 或者說有些好像跟中國故事也有點像 所以其實大家邊比較邊聽也是應該是蠻好玩的 OK好那這一系列我要分享給大家的故事有三個 但這三個故事呢 有一點點分開了有點獨立的感覺 但是他們之間也有一點點關聯性 那今天我們要講的故事開始 首先呢最古老的那個時候 你說是天和地是黏在一起的 是一個混沌的混沌不是混沌混沌狀態 那有一天呢 有個叫至高神的就是這個宇宙裡面最大的神 他就不知道哪根性不對 就覺得說我把這個天跟地呢稍微撐開來看 那他撐開之後呢 天上面的水跟地上的水呢 就開始有一些融合 本來在天上的一些水會流下來 然後地裡面有一些水湧上來之後呢 就合在一起 那就出現了這些萬物的生命 那這個過程中呢 還出現了一個神 叫天上神 你是鮪魚神 他有鮪魚肚 好 這個天上神呢 他的他的等級就是可能沒有至高神這麼高了 好那這個天上神呢 他就感受到這個至高神把它給稍微撐開來的樣子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再不繼續撐的話 可能就這次又沒了嘛對不對 所以他就立了四根柱子在這個世界的四個角落 然後就把這個世界給撐起來了 自從那個時候開始 天和地就永久就分開來了 好那這時候天上神呢 他就看到天上神在的這個世界呢 他是一片黑暗的 雖然是天跟地是分開 但還沒有太陽跟月亮 這時候他看到海底突然出現了一個叫 清衣孔子的超級大的藍色的巨人 那剛好那個巨人呢 他頭的前面有兩個眼睛 後面有兩顆眼睛 天上神看到就覺得 哦他的眼睛好亮哦 所以他就把他眼睛摘下來 哈哈哈哈 這清衣孔子 還蠻帥的 他前面兩個眼睛變成兩個太陽 後面兩個眼睛變成兩個月亮 總之因為這個清衣孔子的犧牲之下 他應該是不是自願犧牲的了 好那總之他的犧牲之下 然後這個世界就亮起來了 那這時候天上神想說 誒這世界啊 就有很多動物啊植物都有 但是沒有人類 所以他就拿了金盤子跟銀盤子 然後像至高神就開始祈禱 哦祈禱 突然天上掉下來了五條蟲子 然後金盤子掉了五隻 然後銀盤子掉了五隻 那掉在金盤子上的五隻蟲子變成男生 那銀盤子上的五隻蟲子變成了女生 所以他們就變成了 被傳統接待的狀態了 好那聽到這裡 就有很多那個朋友會學說 為什麼拼什麼 拼什麼男生是金盤子 女生是銀盤子 就不要跟我吵 這不是我決定的 是他決定的 那這裡可能多多少少有一點點 男性優越主義的一個色彩在裡面了 因為這個神其實也是一種 比較接近男性的意象 這我們就在後續的故事也慢慢在分享 總之接下來世界上就有植物啊 動物啊人類 該有都有了 但是他發現說這世界還是很混亂 因為這些動植物都會講話 鬼也會講話 人也講話 每個都分不太出來 而且譬如說我現在要叫人 人啊的時候鬼會回答 鬼啊的時候人也回答 這到底怎麼回事 而且剛剛有講到兩顆太陽跟兩顆月亮 白天兩顆太陽升起來的時候太熱了 晚上兩顆月亮升起來之後就變太冷了 因為古代人可能覺得月亮是陰的 那他就想說 那就先去睡覺吧 睡我的覺 那睡到一半呢 他突然夢中突然看到有兩條龍 兩條金色龍這樣飛上天之後呢 就把那個太陽跟月亮給吃掉 然後他想說 這個應該是個急夢啊 然後他就去回想那個夢境裡面 那兩條龍是哪裡來的 然後發現說 那兩條龍飛起來的地方有個女生 叫聰明不易 這個誰找不出他的漢字 我猜可能是聰明夫人 然後他就看到這個聰明夫人 他想說 這應該是神的指引 就是跟這個女生黑熊 就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聰明夫人就說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好 不要覺得這個很野蠻啊 或者很地雀 就古代人嘛 古代人的想法 古代人的想法就是比較在原始一點點 大家要理解這件事情吧 據說他們這個關係發生了很多天 可能也蠻厲害的 終於這個聰明夫人懷孕了 天上神知道說 這個女生懷的是兩個小孩子 懷孕了欸 我的目的也達成了 那我剛好天上也有很多事情要忙 所以就知道 那這次聰明夫人想說 你也太渣了吧 他應該沒有對神人講這種話了 那他說那這個小孩生出來怎麼辦 然後那個天上神就說 如果是兩個兒子 你就幫他取名字叫 大星王跟小星王 這個翻譯也是我自己翻的 因為它是韓文叫 嵌兒我猜應該就是星星的意思 那如果是女兒的話 叫他們 大月王跟小月王 韓文是講 嵌兒王跟小月王 推測應該是月亮 然後如果這兩個小孩 未來要找爸爸的話 你就給他們這三顆瓜子 所以這個瓜子呢 就種在地底下 他就有辦法找到我 然後聰明夫人就把小孩生出來 發現是喔 剩兩個兒子 取名為大星王跟小星王 那大星王小星王 據說他從小就是體格特別好 所以在跟其他同才比起來 特別厲害 特別優秀 但是你們都知道就是 現在也多多少少有這樣的傾向 如果你是單親家庭的小孩 很容易被欺負對不對 你看你沒爸的小孩 所以就大星王跟小星王 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他就覺得說 媽媽為什麼我們沒有爸爸 媽媽說啊 看來時候到了 然後就給他們瓜子 你們的爸爸是神啊 你們想要找到爸爸 就把這個棕子 種在地底下 大星王跟小星王呢 就把這個棕子 種在地底下之後 發生什麼事情呢 欸對對對 有點像捷克的那個 這個棕子齁 植物一直升上天去了 然後他們就各自就爬上去 之後找到了這個天上神 聽到這裡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他明明知道是兩 生了懷了兩個小孩 那為什麼要給三顆瓜子 這是一個備用的概念 上去之後呢 他們就跟爸爸相逢了 天上王就說 喔我的兩個兒子 然後我需要你們 來幫我管理這個世界 你們其中一個管理人間 一個管理陰間 那哥哥 大星王就負責管理人間 弟弟 小星王負責管理陰間 但是小星王 但是我們來想想看 如果你是大星王或小星王 你會想要在陰間還是人間 可能是人間比較好對不對 因為他們畢竟過去 也是在人間生活長大 這時候小星王就不太開心了 他跟哥哥說 我想要到我想要管理人間 他就跟哥哥說 我們來打賭 贏的去管理人間 然後哥哥就說好啊OK啊 那比什麼弟弟一直輸喔 但弟弟就是不放棄 一直想要比 但這個過程中 有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哥哥出體給弟弟猜 那如果弟弟猜對了 那哥哥就算輸 哥哥說 有些樹是長青的 葉子不會掉下來的 但又有些樹是葉子會掉下來的 那是為什麼 觀眾朋友們也可以這樣子回想看看 那這時候小星王就回答說 如果是樹幹很紮實的 它是長青的樹 但如果它的樹幹不夠紮實的話 就是它的樹葉會掉下來 然後哥哥就說 弟弟你太嫩了 你看竹子 它竹子是空的啊 但它一直都是綠葉 綠葉茂盛 所以這一題就是弟弟輸了 然後哥哥再出了一題 他說 為什麼山上的那些草 都是短短的 山底下的草 都比較長 那那個小星王 就弟弟會會說 那是因為那個啊 就是春天夏天 雨下的大的時候 都會把山上的那個泥巴 什麼的都會衝下來 第一處比較多土 所以它就長得比較茂盛 然後哥哥就說 果然你太嫩了 那如果是這個道理的話 你想想我們人啊 我們人身上也是一堆土 一堆灰嘛 對 但我們就這樣淋雨 淋雨下來 但是我們頭頂上的毛比較長 但腳上的毛比較短 但我覺得其實哥哥講這個話 有點不太合 當下 那弟弟覺得說可惡 我輸給弟弟了 可惡啊 哥哥我們再來比一個東西 好我準備了兩個花盆 那我們就來把這個花盆 放在我們身邊 各自睡覺 那看睡醒之後 誰的花盆的花 長得比較好看 然後就兩個就睡覺 那這時候小星王呢 對 誰讓他沒在睡 然後他就眼睛這樣 睜開來看一下 然後哥哥的 哥哥旁邊那個花盆 花長得很漂亮 然後他自己的花 根本沒開啊 那這時候如果你是小星王 你會做什麼事情 對 他就把他自己的花盆 跟那個那個 哥哥的花盆這樣 調換 然後再把哥哥叫些 欸哥哥你看 然後哥哥醒來一看 就覺得 這小子 但可能大星王 可能也煩了啦 我實在可能也煩了 他其實應該就知道這件事 但是就 不想要再跟弟弟去增下去了 好啦 人間就給你管 這個開心的弟弟呢 他就實際開始管理人間的時候 發現說 他爸那時候面臨的問題 動植物都講話 就說世界很吵 然後還有那個 鬼跟人分不清楚的問題 還有兩個太陽 兩個月亮的問題 還沒有解決 那他自己怎麼弄都沒辦法 所以他就再跑去找哥哥 你看這個弟弟多沒用 那哥哥就來了之後 說這個太陽跟月亮 然後他就拿了非常大的弓箭 把太陽跟月亮各射下了一個 聽起來有點有點有點 雞聲相識對不對 大家不要激動 我說過了 韓國跟中國就這麼近 文化圈有很多重疊的 總之他就設下了一顆太陽跟一顆月亮 被射到的那太陽跟月亮 各自就變成星星散落在各地 那再來人的問題呢 因為其實他們必須要把人 人留在人間 鬼帶去陰間嘛對不對 但是我叫人的時候 鬼也會回答 我叫鬼的時候 可能人也會回答 就是分不清楚 那該怎麼辦 那這時候大星王就想說 那我就這樣分辨好了 只要體重低於100斤的 我就把他當鬼 超過100斤的 我就把他當人 就瘦子基本上 像你 他就是鬼 像我就肯定是個人 100斤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重量呢 也不是很清楚 當時古代的筋是多少的重量 那以現在的基準來看的話 韓國的肉類是一斤是600克 蔬菜類是一斤400克 所以我們平均 算平均好不好 一斤就是500克 那100斤是多少公斤 50公斤 你看這邊 對 擦邊球 螢幕前 低於50公斤的朋友 小心一下 所以他總之用了這個方法 然後就分辨了人跟鬼 那再來要解決的問題是 所有動植物都會講話 他選擇用的方法是 就把松花粉撒在全世界裡 松花粉是什麼 松樹的花 松樹的花粉 松樹的花粉 其實韓國的春天 我不知道你們春天有沒有出過 就會有一些花粉飄在空中 總之他就撒了松花粉之後 這些動植物吃到松花粉之後 就不能講話 這個道理我就不太懂 總之說是有這麼一回事 所以他就用這個方法 幫助弟弟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就再回到了陰間 把人間交給弟弟 那這個就是我要分享給大家的第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可以看到的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其實宗教這個東西 往往都是告訴人說 希望你行善 再來是你面對現在現世面對的這些災難 還是悲劇的時候 你不要看得太重 有些事情我們真的是也 以人類的一個個人身份界很難解的問題 所以你一直拘移在那裡面 其實人生過得很痛苦 其實你在人間過得這麼苦 是因為小心網太爛 但沒關係 等你死後的陰間 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網 來管理的網 那個世界一定會比現在這個世界好過 這個神話故事在講這東西 那今天我準備的第一個 韓國的創世神話故事就差不多這樣 喜歡我們影片請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中國古代有什麼會講話動物的故事嗎 像你們說的神奇寶貝都沒在講話 Pikachu